9月12号网红李玉彤在微博爆料曾遭薛之谦欺骗感情和钱财帮助其离婚 并一起给高磊心一千万 除此之外 网红李玉彤还在常文中提到的 隐隐知道薛之谦和L姓女星交往 立即就有网友猜测L姓女星是楼亦霄 更有人猜测是李小鹿两人纷纷躺枪 大家对于这次突然的爆料都一头雾水 留言说不是都说两个人感情是合运分手没有第三角吗 这真的是大逆转啊 楼亦霄李小鹿看到这样的猜测会一脸懵吧 坐等真相 李玉彤常文自爆遭薛之谦骗财骗感情 表示怀疑高磊心和薛之谦复合是一场设计 他在文中称2012年他与薛之谦合开淘宝店 后来薛之谦向他表白 但表示因为高磊心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不能跟他在一起 而当时高磊心还要求薛之谦和他结婚 结婚后高磊心说自己流产 薛之谦怀疑自己被骗提出离婚 却被对方索要1000万离婚费 而这笔钱是李玉彤通过网店来凑的